孟冬一曰 孟冬之月 日在尾 昏微中 但七星中 其日人鬼 其地专虚 其神玄名 其重戒 其阴语 律中阴中 其树六 其未闲 其臭朽 其四行 继先慎 水使兵 的使动 置入大水为慎 红葬不见 天子居玄堂左各 成玄鹿 驾铁离 再玄骑 依黑依 拂玄玉 时属宇智 其气红一眼 世月也 以立东 先立东三日 太史夜之天子曰 某日立东 圣德在水 天子乃斋 立东之日 天子亲帅 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东与北交 还 乃赏死侍 续孤寡 世月也 命太补导 此归策 瞻照神卦吉凶 于是查阿上乱法者则罪之 无有眼必 世月也 天子使求 命有思约 天气上腾 地气下降 天地不通 避而成东 命百官井盖藏 命司徒寻行积聚 无有不脸 覆成锅 剑门驴 修剑碧 盛观月 顾风喜 背边境 玩耀赛 井观梁 赛西境 赤桑祭 便衣上 沈观国之后宝 盈秋龙之小大 高碑 薄厚之度 贵贱之等级 世月也 宫师孝宫 陈济气 暗渡成 无获作为隐巧 以荡上 心 必公至为上 勿乐功名 以考其成 公有不当 必行其罪 以穷其情 世月也 大隐征 天子乃其来年于天宗 大哥 辞于公社及门驴 享先祖五四 劳农夫已休息之 天子乃命将帅讲武 亦涉欲 剿力 世月也 乃命水于于师收水全持责之父 无获感亲消众数兆明 以为天子取愿于下 岂有若此者 行罪无赦 梦东行春令 则洞壁不密 地气发泄 民多流亡 行夏令 则国多暴风 方东不寒 则重复出 行秋令 则雪霜不时 小兵拾起 土地倾 薛 结丧二曰 沈之生 圣人之要也 沈之死 圣人之急也 之生也者 不以害生 养生之畏也 之死也者 不以害死 安死之畏也 此二者 圣人之所独觉也 凡生于天地之间 其必有死 所不免也 孝子之众其亲也 此亲之爱其子也 痛于击骨 性也 所众所爱 死而弃之勾壑 人之情不忍为也 故有葬死之意 藏也者 藏也 此亲孝子之所慎也 慎之者 以生人之心律 以生人之心为死者律也 莫如无动 莫如无法 无发无动 莫如无可力 则此之畏重毕 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折矣 非诸欲国宝之畏也 藏不可不藏也 藏浅则狐立狐之 身则急于水泉 故凡藏必于高陵之上 以避狐立之患 水泉之师 此则善矣 而望奸邪 盗贼 寇乱之难 岂不获哉 辟之若古诗之 必住也 必住而急处义也 狐立 水泉 奸邪 盗贼 寇乱之患 此意之大者也 此亲孝子必知者 得葬之情以 善观果 所以避避楼以蛇虫也 今世俗大乱 知主欲齿其葬 则心非为乎死者律也 生者以相 今上也 齿弥者以为荣 简洁者以为漏 不以辩死为故 而徒以生者之匪欲为物 此非 此亲孝子之心也 父虽死 孝子之重之不代 子虽死 此亲之爱之不屑 夫葬所爱所重 而以生者之所甚欲 其以安之也 若知何灾 民之余利也 饭流史 倒白刃 涉血抽干以求之 也人之无闻者 忍亲其 兄弟 之交以求利 今无此之威 无此之丑 其为利甚厚 乘车食肉 则己子孙 虽圣人由不能尽 而旷于乱 国迷大 家迷父 藏迷后 寒朱林诗 丸号货宝 终顶糊烂 与马一被割剑 不可胜其数 朱养生之巨 无不从者 提凑之事 观果树席 基石积叹 以环其外 兼人闻之 传以相告 尚虽以言威众罪尽之 由不可止 且死者弥酒 生者弥书 生者弥书 则守者弥带 守者弥带而藏气如故 其事故不安以 世俗之行丧 再之以大春 羽毛惊奇 如云旅煞以都之 诸欲以配之 抚服文章以斥之 引福者左右万人以行之 以君致力之人后可 以此观世 则没以 迟以 以此为死 则不可也 苟便于死 则虽平国劳民 若辞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 安死三曰 誓之为秋龙也 其高大若山 其树之若林 其舍却停 为公事 造宾作也若都亦 以此观世世父则可以 以此为死则不可也 夫死 其事万岁犹疑顺也 人之寿 久之不过百 中寿不过六时 一百与六时为无穷者之律 其情必不相当以 以无穷 以无穷为死者之律 则得之以 今有人于此 为实名制之笼上 曰 此其中之物 具诸欲 完好 财物 宝器甚多 不可不可不胡 胡之必大富 誓 誓 誓成车食肉 人必相与孝之 以为大祸 誓之后藏也 有四于此 自古及经 未有不亡之国也 无不亡之国者 誓无不胡之目也 依而目所闻见 其 经 燕长王以 宋 中山以王以 赵 未 含皆亡以 其皆故国以 自此以上者 亡国不可胜数 誓故大目无不胡也 而是皆争为之 其不悲哉 君之不令民 父之不孝子 兄之不涕地 皆乡里之所福 小于 格瓦大于者 而逐之 但更加采心之劳 不肯观人事 而其美依此时之乐 智巧穷躯 无以为之 于是乎 聚群多之徒 以深山广则临走 扑机恶夺 又是明秋大墓葬之后者 求舍便居 以微胡之 日夜不休 必得所立 相与分之 夫有所爱所重 而令奸邪 盗贼 寇乱之人 足必辱之 此孝子 忠臣 亲父 交友之大事 遥葬于古林 通述之 顺葬于济世 不辨其次 与葬于快姬 不辨人徒 是故先王以简结葬死也 非爱其废也 非恶其劳也 为死者律也 先王之所悟 为死者之辱也 发则必辱 简则不发 顾先王之葬 以必简 必合 必同 何未合 何 未同 葬于山林 葬于山林 葬于板席 则同乎板席 此之未爱人 夫爱人者众 知爱人者寡 故颂魏王 而东种狐 其魏王 而庄公种狐 国安宁 而犹若此 又旷百世之后 而国已亡乎 故孝子 忠臣 亲父 交友不可不察于此也 夫爱之而反威之 其此之未乎 诗曰 不敢抱虎 不敢平和 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 此言不知林类也 故凡以相非 凡以相逝 其所非方其所是也 其所是方其所非也 是非未定 而喜怒斗争反为用矣 无不非斗 不非争 而非所已斗 非所已争 故凡斗争者 是非已定之用矣 今多不先定其是非 而先及斗争 此或之大者也 鲁记孙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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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死 借其子曰 王树封我已 无不授也 为我死 王则封辱 必无授利地 除 月之间有寝之丘者 此其地不利 而名甚恶 惊人未鬼 而月人信姬 可长有者 其为此也 孙叔傲死 王国以美帝封其子 而自此 秦寝之丘 故至今不失 孙敖书之之 之不以利为利 之以人之所物为己之所喜 此由道者之所以亦呼俗也 五元王 荆棘求之 登太行而望正曰 盖世国也 地险而名多之 其主 俗主也 不足于举 去正而知许 见许公而问所知 许公不应 东南向而拓 五元再拜 受此 曰 之所知已 一如五 过于经 至江上 遇赦 见 宜丈人 赐小船 方将于 从而请焉 丈人度之 绝将 问其民族 则不肯告 解其剑 以与丈人 曰 此千金之剑也 愿献之丈人 丈人不肯受 曰 经国之法 得五元者 觉直归 路万言 今千亿 息者子虚果 无由不取 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 五元过于无 使人求之将上 则不能得也 美食必济之 诸曰 江上之丈人 天地至大已 至重已 江西部有为也 而无以为 未已 而无以为之 明不可得而闻 身不可得而见 其 为江上之丈人乎 宋之也人 耕而得欲 献之思成子汉 子汉不受 也人请约 此也人之宝也 愿向国为之此而受之也 子汉约 子一欲为宝 我已不受为宝 故颂国之长者约 子汉非无宝也 所宝者亦也 今已百金与团属已是儿子 儿子必取团属已 以何事之必于百金已是彼人 彼人必取百金已 以何事之彼 道德之至言以是贤者 贤者必取至言以 其之弥精 其所取弥精 其之弥粗 其所取弥粗 亦用五约 万物不同 而用之于人亦也 此治乱 存亡 此生之源 故国广惧 兵强腹 未必安也 尊贵高大 未必贤也 再于用之 劫 咒用其才而以成其王 汤 五用其才而以成其王 汤见诸王者 至四面 其诸曰 从天赘者 从地出者 从四方来者 皆离无往 汤曰 西 禁之以 非解 其俗为此也 汤收其三面 至其一面 更教诸曰 西诸茅座王谷 金之人学书 欲左者左 欲右者右 欲高者高 欲下者下 无取其犯命者 汉南之国文之曰 汤之德 及秦授以 四十国归之 人至四面 未必得鸟 汤去其三面 至其一面 以往其四十国 非图亡鸟也 周文王使人胡持 得死人之孩 立以文于文王 文王曰 更藏之 立曰 此无主以 文王曰 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 有一国者 一国之主也 今我非其主也 遂另立以 一关更藏之 天下文之曰 文王显以 择及此古 又旷于人乎 获得宝以 威其国 文王得修古 一遇其意 故圣人于物 也无不才 孔子之弟子 从远方来者 孔子贺帐 而问之曰 子之功 不有样乎 伯障而依之 问曰 子之父母 不有样乎 智障而问曰 子之兄弟 不有样乎 割步而备之 问曰 子之妻子 不有样乎 故孔子 以六尺之障 欲贵贱之等 便书亲之意 又旷于以尊位 后路乎 古之人贵能舍也 以掌幼养老也 今之人贵能舍也 以公占亲夺也 其系者以截若报寡也 以恶夺为物也 人人之得宜 依养及世老也 直于启足得宜 以开必取见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